端午佳节即将来到 花莲县政府特别向 十三乡镇市的清洁队员表达敬意 而在17号一早 县长徐真卫就前往了南区的 副里、玉里以及灼溪的清洁队 进行慰绕的工作 感谢他们长年来的辛劳和奉献 并且关心的提醒 花莲已经出现了三例的日本脑炎的案例 6到7月为日本脑炎流行的高峰期 也请大家共同做好防疫的工作 端午佳节即将来临 花莲县政府特别向 十三个乡镇市公所清洁队队员 制证端午节的肉粽礼盒 县长徐真卫6月17号 一早就前往了副里 玉里卓西的清洁队 来勉励清洁队员 长年的辛劳跟奉献 并且也关心提醒 花莲已经有出现 三例的日本脑炎的案例 6月到7月是日本脑炎的流行高峰期 也同时希望队员们要注意防温 环保局说 不管是灾前防范 或者是灾后整理 清洁队员们永远都是 站在第一线来为民服务 希望队员在执行环保业务的同时 也要注意自身安全以及身体的状况 这个不过我们能够尽到的 就是我们尽量的来争取这个经费 让大家能够在整个过程 工作的过程当中 能够顺利平安安全圆满 大家说好不好 好 县长也请民众廉价出游玩之余 体恤清洁队员的辛苦以及付出 为守护花莲尽一份心力 过一个干净快乐的端午节 让花莲的美丽环境能够永续的维持 记者高雄双运理站采访报道